各位企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的棋呢 是今年的贺岁杯决赛 那么这个比赛的赛制啊 我们在前一支影片当中也是讲过了 那么今年的话第一局棋呢 是由韩国的朴婷环率先击败中国的柯姐进入到决赛 那么第二局当中啊 就由落败的柯姐去和日本的枝野虎丸进行对决 那么最后由柯姐获得胜利进入到决赛 那这局棋我们在前一支影片当中也介绍过了 那么今年进入决赛的这两个人呢 蛮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其实是连续三年都进入到这个比赛的决赛 今年是第三年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跟前年他们的比赛结果 那这两年呢 分别都是由朴婷环击败柯姐获得最后的冠军 那我们今年呢 就来看一下柯姐有没有办法复仇成功 好 那么这局棋呢 是由朴婷环指黑 那么柯姐指白棋 那这局棋啊 因为中盘的战斗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就不从布局来慢慢讲了 我们就直接看中盘比较精彩 比较关键的部分 好 那么这局棋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局面啊 白棋这四颗子可以说是摇额欲坠 黑棋这边简单加一步呢 这四颗可能就死了 那么实战黑棋是在下面这个跳 然后意图去大吃白棋 那这个跳呢 阴约约也有搜刮一下这白棋这四颗子的味道 下一步再往这边一飞啊 白棋这四颗子可能根据地会比较 呃不 根据地会比较被剥夺 好那么实战白棋是往这边跳一下 他可能是想要呢 呃直接拉出来 或者是去做一个弃子利用 不得而知 那白棋这边跳出来啊 实战黑棋是选择这个大跳 那这个大跳有可能是想要大吃 也有可能是想要连接哦 因为走比方说走这种飞的话呢 可能会有比较多一些冲断的毛病之类的 哦所以实战黑棋选择这个大跳 那么下一步呢 白棋往这里一次 哦那这个次的意思呢 可能是想做一些利用 哦让黑棋的旗形变得比较差 如果说黑棋简单的接住啊 哦那白棋这边随便一挑 这样子白棋中间这一坨啊 就和边上进行了连接了 所以说黑棋这样显然是不行的 那么实战黑棋这一贴呢 也算是必然的 那么下一步白棋往这边一搬 那他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先前面先刺一下 那白棋再搬这个时候呢 黑棋如果想要断啊 哦那这边就已经形成一个空三角的余形 所以说这样子黑棋的旗形比较差 对后续的战斗 黑棋可能会比较不利 那么实战这边啊 黑棋是很机敏的 先往这边冲一下 那是他这个冲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接下来看 黑棋这边为什么不直接断啊 那这边他用意其实说 当这边啊白棋冲的时候呢 黑棋如果挡 那白棋再拐的时候啊 这个棋黑棋已经不好硬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黑棋这边啊 三哥子马上就被断嘛 你如果走别的 那这边一断 那这个棋黑棋就爆掉了 所以现在黑棋不行 那黑棋势必要去连接啊 那这边白棋打下来呢 哇那黑棋也一样是不行 这个棋黑棋已经扛不住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头来看 黑棋冲这一下是什么用意 如果说白棋简单的挡呢 那黑棋再回到这一段 白棋这个冲完拐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发现 黑棋这时候就可以接在里面了 因为白棋这时候再断呢 是不能够去吃黑棋的 黑棋这边可以挖打 那这样子这三哥是会死掉了 所以这也就是黑棋 为什么前面要去冲这一下啊 他的用意就是说呢 这个冲完是可以断掉的 好那么实战白棋这边啊 也就没有简单的回去挡啊 刚刚这边有一个变化漏讲 就是说当黑棋 当白棋冲的时候呢 黑棋不一定要去挡住 有可能去搬这个 那搬这个的话稍微有点复杂 不过总结来说 黑棋也是不太好 因为白棋可以往这边一双 然后呢 黑棋这边进行联络的话 白棋这边挖站一下 去做一个做眼的一个预备动作 然后再回到这边打吃完一吃 那这边黑棋三颗得连接啊 不然会被吃掉 所以说可能得从下面打过 然后再连一下 这样子一走呢 白棋这边先手长出一只眼 然后再回到这边贴完一顶 哇那中间这个棋 白棋居然变成先手作火 因为黑棋这边可能还得连接一下 所以这边中间啊 白棋居然是先手作火了 那这个棋现在黑棋也是不能接受 所以说总归啊 一开始去断就是不行的 黑棋必须得先冲一下 那实战白棋就没有回来挡了 而是选择在这边冲完一拐 好那黑棋再接住 那么实战走到这边啊 白棋其实是可以连回家的 这边实战 这边的话白棋是不能够挡啊 因为挡一样是被切断 所以说白棋这边啊 可以有立下的手段 那立下的时候呢 黑棋这边是不能够去切 因为这边啊 会被白棋给断掉 那这边的话 黑棋就必须连接一下 不然没连接会被白棋断掉吗 所以黑棋唬一下的时候呢 白棋再回到中间去连 这样子的话 白棋就可以把这一块棋给连回家了 那么实战的白棋呢 先往这边去刺了一下 它的用意可能是说啊 在连回家之前呢 先去追究一下黑棋的问题 那么实战接下来黑棋是往这边贴了 不过根据AI的变化呢 他可能会比较推荐黑棋往这边倒肩一下 这样的话连接可能会比较完整 那如果说这边白棋在一样去连回家的时候呢 那黑棋再往这边跳一跳 后续去搜刮白棋这样也就OK了 那这边搜刮白棋的时候 如果白棋简单的从这边爬过啊 那我们可以看黑棋这边啊 尝一尝之后这两颗子甚至可以跑出来 所以说黑棋这边呢 这个战斗应该也是蛮有力的 那如果白棋往这边刺呢 冲呢 黑棋也就走轻一点也就够了 比方说跳完一个尖 这样也就OK 所以走成这样啊 应该黑棋也是还不错的局面 那么实战啊 黑棋是选择这个贴 那这个贴可以说是有点复杂 非常的复杂 实战白棋后续就把这个给给贴完断掉了 那这后面就演变成一场非常复杂的战斗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白棋这边啊 实战他就直接去贴断了 那么这里的话 AI是比较建议白棋先往这边藏一下了 那他藏一下他的用 藏一下再去断 那他藏一下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他会觉得说这个局部啊 黑棋这个挤啊 算是局部一个眼型的要点 那么如果白棋有藏这一下呢 那白棋被黑棋挤的时候啊 他就可以选择这个打吃 两个打吃完再直接作眼 这样局部白棋可以算是直接作火了 因为这个黑棋不能挤进来 这被断死了 所以说这边啊白棋可以算是直接作火了 那这样子后续黑棋可能呢 这块棋还得处理啊 可能从这边打出去之类的 那么实战白棋是直接断了 没有往这边藏一下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到 如果说这个棋黑棋还是去挤的话 白棋就跟刚刚产生差别了 白棋这一下藏不到 那局部就没有办法做火了 白棋如果还像这样两打的话呢 哇刚刚这一下没有藏到 那现在这样子这个棋型啊 就比刚刚来的差许多 这个白棋如果还要靠这边连回去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不保险 而且这边啊 本身都有一些气景的毛病 这个看起来白棋是不太OK的 刚刚如果有藏到这一下 会来的好许多 我们再看刚刚那个藏的棋型 白棋如果有往这边藏一下呢 那白棋再靠这个两打 这局部是直接作火了 这个跟刚刚相比啊 是差非常多 实战这边呢 黑棋啊是没有立刻去挤 黑棋这边也应该立刻去挤 这样子的话 白棋还得靠这边连回去的话 可能会不太好 实际上黑棋呢 是直接断掉了 那么接下来白棋啊 终于是藏到这一下 虽然说次序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白棋总归是藏到这一下 那么后续啊 白棋是选择在这边挖沾 那不过呢 这边啊 根据AI的变化 他还会比较推荐白棋立刻藏出来 这个局部攻杀 其实白棋是不怕的 如果说黑棋还是去挤这个 去走那个收器的这个要点的话呢 白棋这边啊 可以单接一下 这个局部比气啊 白棋是不怕的 这边黑棋如果说去碰一个长气的话呢 那白棋就可以简单贴住 我们先来数一下这个局部白棋有几气好了 其实白棋这个局部呢 会比想像中还来的比较多气一点 我们后续再来数我们先看黑棋先把这边长气一下 黑棋长气的手段可能在这边碰 那白棋就直接把它贴住 那这边去打的话呢 也藏不出太多气 黑棋大致上走成这样 那么后续再去铺完去收气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白棋这个气啊 其实是蛮有弹性的 局部看起来好像只有四气 但是呢我们这个 哦对了局部就是只有四气 局部这个其实只有四气 但黑棋自己啊也是没有多少气的 如果是这样子收的话呢 这样子会变成一个缓一气节 那这个棋走完缓一气节白棋当然不怕 因为黑棋得要比较多的节彩 才能够去打赢这个缓一气节 所以走完这样啊 可以说白棋甚至万节不应都可以 直接把这个拎掉这样黑棋基本上不太行 那么如果刚刚这边呢 黑棋选择这个单阶的话呢 从结果上来说气可能也是不太够的 这白棋就团住 然后黑棋这边可能要顶住 你若不顶的话比方说乱走 然后这边直接白棋可以先手作火 所以说这个黑棋必须在这边 收住白棋的气顺便破眼 那么白棋再回到这边去贴 那如果说黑棋继续收气的话 其实这个棋啊 黑棋不是那么好收气的 因为如果说黑棋比方说挖这个的话呢 有时候挖都是常见的攻杀去收气的好手段 但是这个挖在这个情况变成不太OK 因为白棋这边有个双小吃 那如果黑棋要接的话呢 那白棋再回来提 这样子黑棋收气反而也没有比较便宜 那如果黑棋要从这边收的话呢 白棋可以接住 那这个情况白棋啊 黑棋一样是挖不进去 这个一旦挖进去啊 白棋这边啊 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双小吃 那如果黑棋接呢 接这边也没有用啊 这个我提掉 甚至我接住都可以 这个棋啊 白棋还是完整的有三气 那你接我们再回到这边收 这样子白棋还是快的 所以说这个棋呢 虽然看起来白棋只有三气 但其实黑棋是收不住这个白棋的气 你提这个也没有用 这样我连回家了 这样变成白棋有四气 或者打这个也行 这样白棋都OK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棋是收不住白棋的气啊 也就是说这个攻杀白棋是不怕的 那黑棋接这个也不行 那刚刚棋的那个变化 我们看过是一个缓一气节 黑棋也不太行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边啊 黑棋其实是 白棋其实是有一招自胜的机会啊 这边这个藏出来呢 可能黑棋是不太OK的 不过实战白棋啊 是选择在这边挖瞻 可能稍微有点错失机会 也有可能 毕竟这只是一个30秒的读秒嘛 所以柯姐可能也没有算得太清楚 好那么实战是白棋挖瞻之后啊 黑棋选择这个打出 那这个打出白棋就有点面临选择啊 是要藏出来还是吃尾巴就够了呢 这个吃尾巴OK啊 那我们接下来稍微看一下 这吃尾巴呢 从结果上来说应该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吃完呢 黑棋中间变得巨厚 然后再走到这个跳 那这样子就可以发现 白棋下面其实亏了非常的多 这个白棋虽然中间吃到史莱姆 但是下面亏的啊 远远大于这史莱姆 黑棋这一跳呢 白棋甚至还不敢去爬出来 你这个爬出来的话呢 黑棋这一串走完啊 这边是有一个藏出来的 所以说这样子白棋是不太OK 那如果白棋这个棋不敢救啊 那这个下面实在是亏了 有点猛 甚至呢 黑棋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可以冲出来 所以白棋这边也是有毛病 所以说 这个棋这么下啊 白棋可能会面临时空不足 所以说白棋这边啊 是必须得藏出来 那么后续这边啊 可以说我认为啊 是算是接近白棋的败招啊 白棋这个实在是选择这个拐 然后让黑棋这边穿出去了 我认为这边白棋是应该要接住 不是我认为啊 是AI的变化图认为 这边白棋应该要接住 那么接住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接住之后后续如果拐啊 那这边黑棋是不太穿得出去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边啊 实在是直接拐住 被黑棋这边穿过来 那这个起当白棋冲的时候啊 黑棋这个打吃啊就非常要命 这个就可以让黑棋这边连出去了 那么这边如果说 刚刚白棋这里有接的话呢 那黑棋这个穿啊 这个白棋冲过来之后 这一下就不是打吃了 所以说这个就差非常多 所以说这边应该接住 那这个接的变化图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下午就来看 接住的话黑棋势必要挡啊 你如果出头这边被人家打 都不知道在干嘛了 所以势必是挡 那么接下来呢 白棋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补这边 一个是拐过来 那如果拐过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拐过来的话 黑棋说虎这个 那白棋这个可以打 那这边呢 黑棋如果说接上 那白棋再挡住 黑棋这边打这个 这个是可以有点想要出去的感觉 因为白棋这边呢 是有一个双轿式的 所以白棋得补 那你再尝这个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棋是必须冲一下 不然就让黑棋做活吗 冲完一个尖 那这边局部啊 黑棋可以利用铺这个 去做有效的收器 这边的话局部黑棋其实是快棋的 如果说白棋简单的去走这个的话呢 那黑棋简单这么下 那么这这个棋是白棋快 黑棋快棋的没有问题 但这里啊 白棋可以利用 黑棋中间这边的一些 没有连接上的问题 有一点连接上的问题 去铺一个 他铺的时候啊 黑棋是不能够提的 因为你提的话 白棋再回来这个收 刚刚本来黑棋快棋 现在变成白棋快棋 所以黑棋被白棋铺的时候呢 是不能够再硬了 黑棋得回来打 那白棋提掉 黑棋这时候已经被叫失了嘛 所以要提掉 这样哦 虽然白棋右边是全死了 但是啊 白棋这边也提通了 然后整个这边也补掉了 整个是连到非常厚 那么再回到这个去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棋啊 黑棋这一团啊 是非常危险 基本上已经接近死亡 因为白棋这个力道啊 下一步这里 还有一个可以断死黑棋的手段 所以说白棋这一块 棋下面其实非常厚 你要补这边 我们就连回家 那你要从这边过来呢 我们还可以断死你 还有个后门在 所以这么下的话 白棋啊 基本上可以说 说是大获成功 只弃掉这边 然后下面全部刻掉 所以说这个图 应该白棋也是可以的 那么另外有个图啊 刚刚这边呢 如果说 黑棋不是选择这个虎的话呢 选择这个长出啊 白棋也是可以简单贴住 然后再顶一下啊 有没有顶一下 其实差不多 因为黑棋这边如果说搬出来的话 白棋就真实就好 也差不多意思 总之呢 啊 黑棋如果从这边连回家的话 白棋就直接接住 这个棋绝不啊 白棋应该是不怕的 所以说这个棋呢 白棋很有可能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接完啊 一个拐住啊 虽然说黑棋可以把右边给吃掉 但是呢 白棋可以透过把这两颗子抓掉的方式 哦 然后接着可以把下面有可能可以刻掉了 或者是刚刚这边呢 也有可能选择白棋这个接完打吃这个 那黑棋如果说去后续出头的话 哦 那这个白棋再从这边打过来 这个图白棋也是可以的 哦 黑棋这个下面也是有点危险 这边大家可以自己自行稍微摆一下 哦 这个图我认为白棋也是不错的 好 那么实战的话呢 白棋这一招啊 我认为是接近败招的一手 哦 那这边被黑棋也穿出来啊 右边这个白棋呢 算是接近死亡了 这边是其实还有手段 但是啊 这边我们实战后续也可以看到 白棋在这里是有什么手段 那我们先来看下面的进行 下面进行是白棋这个立下 啊 意图去杀这个黑棋 但是啊 啊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一块啊 其实还有还有点生死未卜的 白棋这边还没有打出去 所以说他现在要去吃黑棋呢 算是不太有利的 那黑棋实在是先往这里先打一下 那打的时候啊 白棋是硬不动啊 因为你必须要把这块救出去啊 那你当然也不可能去接嘛 因为这边的话被黑棋给挤一下啊 这个白棋就全部挂挂在里面了 只有白棋势必要打出 那这时候黑棋冲一下 然后白棋这边断一下去 那算是接近打僵啊 那后续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在这边呢 只有一个打结的手段 这边我就不摆好了 因为后续实战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那白棋这边打一将 然后再度过 那实战这边朴棋势还是走了一个 看起来非常妙的一手啊 就点一下 他的用意就是说 你这边如果直接提的话呢 白棋这边其实是有一些切断的手段啊 当然局部其实是不成立 要立刻下其实是不成立 因为如果这么走的话呢 走成这样子啊 黑棋这个贴完一个跳 这个白棋尾巴是会掉的 譬如说你跳出去的话 我们这个冲完一个接住 这个白棋尾巴是掉了 所以白棋其实是没有办法立刻去断了 但是黑棋总归在往这边跳一下呢 其实是有帮助的 这时候白棋是直接不能够断了 白棋这样子直接不入器 所以说黑棋是这样一个用意 是有点秀啦 这部棋看起来是非常酷炫 那么白棋这边是打一下 然后想要让黑棋能不能缩回去 去连接一下 不过实战黑棋是没有缩回去啊 还是往这边继续跳 继续进逼白棋 那么走到这边呢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胜率来说啊 白棋是有点崩盘了 走到这边黑棋已经超过95%以上了 主要很还是在刚刚这个拐的问题 那我们这边后续就再看一下 白棋是往这边提 那后续这边有个段 实战就在这个截针上面呢 进行了一个战斗 白棋是利用这边当劫材 那么黑棋也找一些本身解 那么接下来当黑棋跳到这里的时候啊 白棋是不再硬了 因为如果再硬下去的话 每一步想要做火的手段都已经变成劫材 所以白棋就把这边接住 白棋觉得这边硬不动 那黑棋就往这边一爬 那局部 局部这边随便都能火了 因为黑棋这边有个打吃的先手啊 这边眼味太多了 所以说这边呢 黑棋可以看作是做火了 那么实战后续啊 白棋这边是打赢这个截 那后续白棋利用这边啊 继续来打截 这边白棋有挡完一个扳的手段 白棋这边是必须去扳了 那后续就行程打截 白棋这边是不太能够走这种东西之类的 因为黑棋这边铺完一个打吃呢 这个白棋是卖一气的 所以说白棋这边啊 去扳一个进行打截 那么黑棋是实战断上来 那么后续就在这边进行了一场截针 但是这个截针呢 比较遗憾了 因为白棋全满可能比较薄一点 然后黑棋蛮厚的 甚至也有一些本身截 所以说这个截啊 算是白棋比较不好打 那么后续我们可以来看到 黑棋都有一些本身截可以用 那黑棋这个顶啊也是舒服的本身截 走到这边呢 白棋觉得哇再接的话有点痛苦 这截不好打 所以说白棋实战是在左边先夹一下 意图去来造一些截 那么黑棋是阻度 然后白棋飞一下 黑棋这个靠住 然后呢 黑棋这边也非常老实 就直接也不跟你多做纠缠 就直接选择这种从下面打过的手段 然后就直接补助了 甚至连白棋下一步再搬下来的时候啊 黑棋都直接回去补结了 这边他意思就是说 白棋啊 你如果说你接住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轰掉 这个棋呢 黑棋已经算清 他目数已经是够了 所以说这个棋呢 确实差距可能也比较明显了 那么后续呢 白棋实战是在继续 这边再继续拼了 那黑棋这时候是没有缩回去补起 可能如果是缩回去补起的话 白棋再接到这个 那可能目数比较不一定 刚刚的话是 白棋接的话 黑棋是可以提到这了 所以说 可能差距就是这边吧 如果这边提黑棋 可能缩回去的话 白棋可能还够 所以说黑棋实战是断在这边 继续来打结 那么也就是说变成啊 白棋在左边蹭了一串 其实是没有造出任何一枚结材 有啦 这个铺啦 这个铺啦 算是造出一枚结材 那么所以说实战白棋再继续 继续打结 那其实也就造出这个铺的结材 总归来说啊 结材可能还是有点不太够 那么黑棋其实本身 还有一个本身结 在这边啊 可以挖 那下一步有个挖打 绝不是结不归的 那么下一步甚至还有铺的一个结材啊 等一下铺好像不是结材 铺不一定是结材 铺应该不太好 紧到自己气了 不过实战的黑棋也没有去走那个 当白棋定的时候呢 黑棋就把这个拎掉了 那白棋冲的时候啊 黑棋是没有再硬了 选择这脚上一打 那白棋立掉 是把这一块棋给吃到了 但是呢 黑棋也转进脚里 在脚上也获得一些木树 那么走到这边呢 其实是白棋一个木树已经有点不足了 这边就不多做点控 因为这个各种体子实在是有点复杂 就不多做点控 那从结果上来说 应该是白棋木树已经是不太够 虽然说白棋后续还挣扎了比较久了一段时间 甚至把脚上都弄成打结 但是后面白棋是没有在后续扑进来去做抵抗了 最后是走到这边啊 白棋就投降了 那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盘战斗的那几个点啊 白棋可能要怎么下会来的好一点 前面这边呢 应该都还好那黑棋这个冲算蛮机敏的一手 那这边呢 白棋没有选择简单度过 那黑棋这边呢 有可能 有可能应该倒尖一个会来的简明一些 白棋如果说后续度过的话 黑棋在这边跳一跳去做搜刮 黑棋这个贴呢 应该有点把局面搞很特别复杂 然后这边啊 白棋在断之前可能应该先尝一下这个 这样子黑棋后续挤进来的时候 白棋可以靠双打之后直接去做火 实在这边白棋直接断的时候呢 黑棋应该去挤 这样子的话白棋这边没有尝一下 变成靠这个双打的时候呢 这边这一下是尝不到的 所以说这个棋啊 白棋这边形状会来的差许多 黑棋立刻断的时候啊 白棋这时候是可以尝完考虑立刻去尝这个 局部攻杀来说呢 黑棋可能是不太好 如果接的话白棋这个直接团住 后续可能是黑棋卖一棋 然后这个棋呢 黑棋是不太好去收棋的 黑棋可能会卖一棋 那我棋的话后续可能会形成一个缓一棋结啊 这样子的话可能白棋也是很能接受的 走成这样子然后后续形成一个缓一棋结 那么实战这边白棋是选择挖斩 那后续这里啊 白棋是应该不能够去断尸椅吧 这样子被提掉啊 在黑棋再跳了这个黑棋应该也是大好 所以说这边啊 白棋是要尝出 那么后续这个拐呢 可能是有点接近败招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接近败招 这边AI的话是说应该要接住 让黑棋这边比较没有办法舒服的穿出去 那这边黑棋挡的话呢 白棋可能可以考虑这个贴啊 那这个贴的话 黑棋这边呢 如果说这么走 那黑棋虽然是可以把右边也给吃掉 但是呢 让白棋中间先手拎掉两棵啊 这个白棋应该也是还不错的 白棋拎掉两棵之后呢 再找到这个利 这个棋 应该也是白棋还不错 那么刚刚这边黑棋如果说敞的话也是不太行啊 白棋简单直接贴住就OK了 甚至刚刚白棋这边接完这个打吃的图呢 白棋也是可以接受了 黑棋这边必须出头呢 白棋再顺势打出来 其实白棋也还OK 那实际这个白棋是怪啊 被黑棋这一穿呢 应该说局面就比较不OK了 那后续的话呢 可能一直都是白棋比较不行的一个局面了 虽然说白棋还比较顽强的去做抵抗 但是两个截针呢 一个是让白棋打赢了 但是赚的并不多 下面这个白棋是打赢 但是白棋赚的不多 那最后右边这个呢 白棋受限于截彩实在是不够 所以说也没办法 最后是让黑棋给拎掉 那么走到后来呢 是变成白棋把下面这个给吃掉 但是啊 黑棋木树还是不错 因为黑棋也是把这边提了不少值吧 甚至后续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打出来的 其实白棋在这边也是亏了不少 那黑棋这个角上也是捞了不少 所以说白棋总归也是没有赚到太多了 好那么今天这盘棋就跟大家稍微看到这边 那么最后呢也是非常恭喜这个嫖婷环九段 获得再次获得冠军了 那他也是连续三年在这个比赛击败柯姐 也是非常恭喜他 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